其實坦白講這個抵制呢 其實也讓真的讓人家有點啼笑皆非 你看那個小粉紅脆弱到什麼程度 很容易生氣也很容易心動 你看隨便推一個促銷怕搶不到 什麼抵制什麼愛國哪有這回事 全部搶光光 新品上市啦舊的打折啦都一樣 本來那個Nike可能賣不完的鞋子 這下子反而賣光光 你怎麼看這個中國這些很 很莫名其妙的情況 這個我先給大家看一個 這是一個中國非常出名的教授 叫做馮鋼 他在他臉書他講得非常有趣 他說我們中國是一個對自由沒有任何感覺的民主 所以我們找到上面一個自由 所以我們對一些西方的抗議活動 所以我們就不大懂 這是文化的差異 這個教授剛解讀完中華民主的自由 他立刻就失去了自由 被這些小粉紅罵了 罵一個怕死 從到現在為止 他的臉書不敢再貼兩個文字 真的喔而且還刪文是吧 對 果然連發文的自由都沒有 那這個就是剛提到的Nike Nike Nike 他 沒有低頭 他特地做這個廣告 這廣告寫得很有趣 他說 Let trash do the talk talk 他的意思就是說 讓你這小粉紅 說一下話 讓你們發現一下 那trash的意思是不一樣 這垃圾 讓他本身說一下話 你說小粉紅會不會爆炸 當然爆炸 就跟Nike 這個他們就看懂 所以說是不共戴天 所以Nike這件夭壽 給你打三個 小粉紅 你又蜂擁而至 貴姓黏了 來報復Nike 所以這馬上去讓我看我卡牌 所以小粉紅 他雖然嘴巴知道愛國 但是啊 在民族大義 還有個人占便宜的享受 他很清楚 他選擇了後面 所以小粉紅的動作 雖然看起來有點是精神分裂 但實際上喔 這是很有趣的一個社會學 我們待會來看 新疆棉花的事情 從上個禮拜是開始報導 我想很少人可以預料得到 會燒這麼大 從H&M 燒到Nike 阿里達一直燒 然後小粉紅 可以說是中國現在 全體總動員 對 好 那有一個有趣的問題 我請教大家 這個問題是自己燒起來的 還是不 後面啊 有一個力量 把他催促 把他三封點回 嗯 從目前的跡象來看 我覺得這是中國 共產黨 刻意製造的一個宣傳的事件 對 因為啊 他要利用狂熱的民族主義 來保駕護航習近平的連任之路 因為明年2022年對習近平非常重要 他中國共產黨要權力改組 他必須先掌握明年底的常委的選舉 那常委在2023年初再選出國家主席 黨的總書記 那習近平耀雲 他就要 目前都是要利用民族主義 對 來搶得黨權 可以說是保駕護航的一個利器 對 其實他要利用義偶團 毛澤東利用紅衛兵 那現在呢 習近平就要利用這些小粉紅 那中國的派系 照理講是輪流執政啊 祖宗加法鄧小平定下來 你十年就要換人了 對 那憑什麼習近平你要再給你十年 你只要連任再十年 就會有再一個十年 你就頂去奉帝了 習近平就做到死為止了 那其他派系會甘於如此嗎 那習近平當然也知道啦 當然也知道他的威脅 其實不在美國啦 不在兩岸事務啦 對 對習近平最大的威脅啊 是共產黨內的奪權 所以他必須要製造一個 他為何要繼續再搞十年 就是要利用這些民族主義 中國現在遇到外面很大一個威脅 等等這些 那中國搞這種排外事件 也不是第一次 他很有經驗 最有名的就是2012年 日本把釣魚台收歸國有 哇 中國人就抓公 嘻笑愛國衝上街頭 打砸日本的商店 燒日本的汽車啦 大家還記得吧 然後我請教大家 那一次的反日本事件 最後怎麼結束的 因為啊 後來有點失控 共產黨出手 開始去打去抓 所以愛國愛到自己被逮捕抓去關 這也是中國的特色 因為中國是沒有沒有社會運動 你不可能上街去抗議 遊行抗議 沒有共產黨點頭 你去了 你會出事情 所以那一次後來搞到失控 所以中國共產黨把它給平息下來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 那最後啊 如果小粉紅燒到沒有辦法控制 那共產黨鐵定了 你失去了利用的價值 共產黨就會打你 不過我個人判斷 到明年2022年 習近平確保他可以連任之前 像這種愛國運動會一個接一個 還會有再下一場 像現在打那一期打H&M 人家還把鍵盤拔掉 愛國的 你以為他真的愛國嗎 這個就是一種情 這個就是一種情緒的發現 所以那中國會不會受傷 會受傷 其實有些專家講得很對 因為再怎麼樣 掌握品牌一定得利 像IKEA 昨天我們不是講 他IKEA裡面 中國IKEA裡面賣八成是中國人自己做的 這很簡單嘛 你像Apple的手機 最大部分的錢是誰賺 蘋果公司 你那些供應鏈 那些做零組件的 都是賺一些小錢 像衣服也是啊 你賣棉花就是最末端的 他很容易就會找到你的替代品 所以品牌永遠是站在有利的位置 那中國的經濟會不會受傷 會受傷 但習近平不在乎 共產黨不會管他 他現在不是在算說 經濟戰打下去會損害多少 這不是經濟戰 這是政治戰 而且是習近平的政權保衛戰 像這種愛國 愛國神經病的愛國運動 就像我個人我個人判斷 到明年二二年 習近平確保連任之前 還會持續不當的上移